如果安装更换配件都需要5秒会怎样呢 现在游戏里安装更换配件都是瞬间完成的 如果改成都需要5秒才能完成会发生什么呢 一落地不会装配件 在跳伞刚落地的时候是一场游戏最激烈的时刻 玩家们都是争分夺秒的 尤其是跳活动基地落地就是钢枪 如果你落地还去捡配件装起来那就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落地的时候玩家是不会装配件的 只会等周围安全了才会安装 二配件少的枪更吃香 这样改的话配件多的枪就有更大弊端了 像M416等枪要6个配件呢 即使不装侧秒也要25秒才能完成安装 万一配件不满意要更换的话 又是一个配件要5秒钟 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到时候玩家会更倾向于用配件少的枪 三填配件会放进背包 如果真的这么改那填包的时候 如果DM包里有配件 那也不能直接装在枪上 而是要先捡到背包里 然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安装更换 不然5秒不能动 你就是活靶子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这样改如何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